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前就有媒体爆料 保罗脾气暴躁 性格任性 并且爱抽烟 相比于当时已经大火的邓丽君来言 保罗没名没钱还比自己小15岁 众多猜测将保罗推到了风口浪尖 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法国摄影师是如何和邓丽君在一起的呢 这一切都要从邓丽君的感情经历说起 邓丽君的第一段感情发生在18岁那年 那一晚他在吉隆坡的五月花大酒楼演出 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位马来西亚的富商名叫林振发 林振发深深痴迷着他 邓丽君要表演45天 林振发就连着45天包下了前三排的座位 并且邀请自己的亲戚朋友来看演出给邓丽君捧场 当时的林振发比邓丽君大五岁 虽然也只有23岁 但却已经成为了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两人都年轻气盛 很快彼此就产生了好感并坠入了爱河 当时就有传言说 邓丽君会在三年之内嫁给对方 邓丽君也曾向媒体公开表示自己非林振发不嫁 到了1973年 日本保利金唱片公司向邓丽君发出了邀约 在面对事业和家庭的抉择之中 邓丽君选择了先搞好自己的事业 毕竟当时的日本流行音乐十分的领先 邓丽君不想年纪尚小就放弃自己爱好的事业 于是 二人的婚期就这样一直拖着 直到1978年 二人相恋六年之后 林振发心脏病突发去世 本来已经准备成为林太太的邓丽君十分的痛苦 她陷入长期的悲痛中 将近一年没有露面 后来 邓丽君又被曝出和朱坚的绯闻 据说朱坚有着十分深厚的背景 对邓丽君的音乐视野也有很大的帮助 于是她便又陷入了爱河 然而 朱坚却在1976年的一次飞机事故中意外逝世 邓丽君又一次失去了自己的真爱 1979年 邓丽君特意回到香港看成龙的电影 身在一国他乡 两颗孤独的心彼此靠近 渐渐地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当时的成龙还没有成为影坛的大哥 而邓丽君已经是爆红的歌星 当时网上就有两人的合照爆出 成龙搂着邓丽君 当时的两人是幸福的 但这段感情最终还是无极于终 多年之后 成龙在采访上回忆起与邓丽君的这段感情 他说自己当时太过于焦躁 不懂得珍惜 对此十分的后悔 1981年 28岁的邓丽君惊人介绍 认识了马来西亚唐王之子郭孔诚 1981年10月 邓丽君与郭孔诚在香港举办了低调的订婚宴 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就这样摆在自己的眼前 在当时的社会 明星要想嫁入豪门是十分困难的 在正式举办婚礼之前 郭姆向邓丽君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是以书面形式交代过往历史 二是退出歌坛 三是永远不要与圈内的异形朋友交往 这样的请求无疑是对邓丽君的一种羞辱 但邓丽君却选择隐忍 以再退让 只求对方能让自己出几张唱片 但是郭姆仍然不同意 这场婚事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感情和一次退婚之后 邓丽君彻底放弃了对婚姻 对爱情的渴望 他化悲愤为动力 将自己的全部经历转移到事业上 1983年 邓丽君推出了一张音乐专辑 这张专辑刚出手便立刻畅销 不久他还受邀去美国演出 成为了第一个站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宫殿演出的华人歌星 与郭控成分手后的这七年 邓丽君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七年 在这段时间里 他积累了无数的财富 后来又定居巴黎 在这个浪漫的国度 他遇到了保罗 这时邓丽君已经37岁了 而保罗还刚刚22岁 身上还有着孩子气 对于这个小男友 邓丽君很是喜欢 因为他觉得自己曾经交往过的男友们 不是富豪 就是名人 只有保罗不认识自己 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女人对待 为了支持男友的摄影事业 邓丽君花了200多万给保罗买了摄影设备 相恋后的两人 一天24小时都会粘在一起 邓丽君是有轻微洁癖的 于是保罗就每天洗三次澡 保罗每天都会把我爱你挂在嘴边 会在不同的场合下向邓丽君表白 以各种浪漫的方式向他表达爱意 渐渐的 邓丽君被这个小男友斗得十分开心 1995年春节 邓丽君写保罗回台湾过年的时候 不小心患了感冒 在家里治了几个月依旧不见好转 之后他和保罗两人决定去泰国散心 还在一家寺庙举行了异常低调的订婚仪式 可没有人会想到 进入泰国的那段日子 正是他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日子 5月8日下午 保罗外出买吃的 就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 邓丽君突然哮喘并发作 发现异常的服务生立刻拨打了求助电话 并赶忙将邓丽君送到最近的医院 但那时正好是交通高峰期 邓丽君就这样被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由于邓丽君去世后 脖子上有红色的痕迹 媒体对他的死因进行各种猜测 保罗也陷入了舆论的中心 当时很多人怪罪保罗说 邓丽君在生前患有很严重的哮喘 和保罗在一起之后 不仅没有被很好的照顾 反而因为保罗抽烟 使哮喘变得更加严重 邓丽君的三哥也将怨气都撒在了保罗的身上 对他不停地责备 甚至气得想直接动手 连葬礼也不允许他参加 但是邓丽君的弟弟却为保罗说话 争取让他可以见到邓丽君最后一面 但是葬礼当天 保罗在酒店将自己灌得烂醉 最终还是没有在葬礼上出现 在邓丽君逝世一年后 保罗接受了香港某电视台采访 并自曝与邓丽君相识相恋的过往 他回忆道 邓丽君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的温柔且富有爱心 对于未能在爱人并发时陪伴在身旁 以致他延误急救的事情 保罗感到深深地后悔和自责 这件事情像一个钉子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 保罗在访问中不停地说道 和邓丽君恋爱的这五年以来 两个人每时每刻都黏在一起 从不分开 当主持人问到事情发生的那天下午 医院的情形时 他十分的悲伤 沉默了许久之后 只回答了三个字 对不起 邓丽君去世后 保罗独自在他香港的别墅住了一年多 独自回忆着曾经的点点滴滴 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 保罗要么将自己关在屋子里 要么就是去曾经两人一起游玩过的地方 就这样静静地待着一天 看着一天天颓废不堪的保罗 邓丽君的弟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便劝说保罗 你还年纪尚小 不如忘记过去 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于是保罗重新振作了起来 回到了法国 在邓丽君去世三年后 保罗公开了自己 曾为邓丽君拍摄的生活影像 照片里的邓丽君不像舞台上那样光鲜照人 他有着40岁女人的臃肿和老态 这一次 他彻底做回了自己 成为了一个平凡的女人 回到法国后 保罗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断绝了与邓丽君家人们的联系 也不曾为曾经的爱人扫过木 并在三年后 与一个法国女人结了婚 有了两个孩子 现在算来保罗已经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了 如今 邓丽君离开我们26年 关于当年事实真相 没有人知道 他生前希望回大陆开办演唱会的愿望 也一直没能完成 不知道他是否有遗憾呢 值得注意的是 邓丽君去世后 他的巨额遗产问题 也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邓丽君到底有多少遗产 继承者是谁 邓丽君的遗产包括 多国多处豪宅 加豪车 加存款 加生雇保险 加割取版税 据媒体估计高达3亿 那是1995年的3亿 可比现在值钱的多得多了 而且邓丽君所属的日本唱片公司 至今都在为他的歌曲付版税 这么多年下来 资产已无法估量 邓丽君1981年就是国际天皇超级巨星 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 邓丽君对理财很有一套 赚了钱就喜欢买房子 18岁时 邓丽君就用自己的收入 给家里买了一套别墅 除了和家人住在一起的别墅 他还在台北购买了其他物业 此外 邓丽君在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 日本的东京 美国旧金山 香港赤柱等地购买了多处豪宅 邓丽君酷爱买房 曾经和林青霞 一起去法国南部的蔚蓝海岸看别墅 但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而作罢 这些房产1995年估价就已超过一亿 再加上豪车和存款 以及割取版税等 保守估计资产超过三亿 那么 这三亿资产有谁继承了呢 其实邓丽君过世后 保罗曾提出继承邓丽君的财产 因为按照法国的法律 他身为共同生活五年的未婚夫 是有这个资格的 但香港和台湾的法律 不支持他的要求 没领结婚证 一分钱都没有 邓家的人更是不可能承认他 保罗在香港待了三年 最后还是一分未得 一个人黯然回到了法国 接下来 说一说在保罗之前 那段特殊恋情 邓丽君有个同性绯闻对象 麦灵芝 麦灵芝是香港女导演 也是制作人 代表作品 代客博车 麦灵芝指导过邓丽君很多MV 还经常和邓丽君 一起世界各地出差 不论在事业上 还是私人感情上 两人关系都十分密切 麦灵芝个子高 短发 性格果断干练 邓丽君曾在香港岛南边的 赤柱小山坡上 买下一栋别墅 邓记在邓丽君和麦灵芝名下 两人有很长一段时间 一起住在别墅里 过着隐居式的生活 先少与其他朋友联系 邓丽君的绿色小别墅 不过可惜 现在被拆了 邓丽君和麦灵芝 隐居时间 差不多有五年之久 媒体报道 只有邻居看到麦灵芝 经常在上午 开着黑色轿车 在邓丽君出门 一时间两人的关系 引起了众人的猜测 甚至连好友林青霞 都问过邓丽君 是不是真的 对于外界的猜测 邓丽君回应 不论是同性恋 还是其他恋 只需两人和睦相处 不要经常吵架 当事人有那种非礼 第三者不应干涉 也没有必要批判 这样含糊的回应 更是让邓丽君 和麦灵芝的绯闻 甚嚣尘上 后来 邓丽君在法国工作时 认识了保罗 才渐渐疏远了麦灵芝 不过 1995年邓丽君去世后 保罗在香港待的那三年 始终住在赤柱别墅里 但最后 是麦灵芝取得了 包括香港赤柱别墅在内的 一部分遗产 除了留给麦灵芝的这些 剩下的遗产 都有邓丽君的母亲 赵素贵等家人继承 因为邓丽君 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由谁来分配和管理 这庞大的遗产 就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造成了家庭的矛盾 那段时间 邓家气飞狗跳 经常上媒体头条 直到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成立 正产闹剧才渐渐平息 他的一生充满着传奇 收获了不少名和利 却始终没有收获一份自己满意的爱情 这究竟是好还是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